一道红色的身影闪过,飞奔到他们眼前,紧接着,一只长着鹿角,狮子的脑袋,身上布满龙铃的庞然大物,应声落地,小妖探头仔细一看,竟是昆灵和她的那只爱宠土麒麟。 小妖正要开口叫她,却见她捂着胸口,满脸都是泪水,口里喃喃叫着,太医,阴厉的笑声,宛若万鬼之笑,又好似利刃弯心,深沉的黑暗被一寸寸包开,那水魔君的声音响起,昆灵,你来了,很好。 没想到吧,我把她找回来了。 小妖,竟然是你,那不是她,你快停下来,停止这一切。 水魔君狂妄地叫嚣着,你要有本事就再来杀她一次,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。 小妖,你不知道你究竟在做什么?你这样做,只会让全大荒再次陷入战火和覆灭? 水魔君的身体,好像要炸开一般,那红黑色的气焰,仿佛要烧了起来,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东西。 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,总是满口仁义道德,你们就从未双手染血吗? 怎么,你们杀人就是该杀,我若拿来救人便不行了? 若你们痛失所爱,失掉至亲,有这样的机会能让她重生,我不相信你们不会做。 小妖,可这不是她,你知道的,昆灵,你难道就不好奇我一个普通人类,怎么会平白无故活了几千年吗? 昆灵,她把她的内丹给了我,她一早便知你要杀她,她便把自己的内丹给了我,主动赴死,她是主动赴死的你知道吗? 昆灵全身都在颤抖,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,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。 那只吐麒麟用爪子轻轻扒拉着她,像是想给她一些安慰。 一个阴异的面容闪现而出,她像是从深沉的黑暗中醒来,鲜红如血好似恶魔的双眼,冷冷地俯瞰着她们,眼里没有一丝温度。 太医,昆灵向前走了两步,吐出一口鲜血来。 不,你不是太医,她早就被我杀了。 昆灵想闭上眼,又忍不住想再看看她,这个埋藏在心底几千年的面容,即使不是她,她也忍不住想上前去再看看她。 她又往前走了两步,吐麒麟一下挡在了她的面前。 这时,水魔君的声音又响了起来,昆灵,如果我没猜错,你也该要深归混沌了吧。 这次你阻止不了我,你也再杀不了她了。 哈哈哈哈哈哈一阵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响了起来。 小黎,你现在还没同她融合,一切都还来得及。 你不知道,我在这世上找了几千年你的魂魄,而她,我非常明白,她早已灰飞烟灭,这一切都是你的执念。 我相信,她给你那单,是想让你不用受轮回止苦,好好享受人间,她并不是想让你做这些呀。 说的,像是你有多么地了解她,少假惺惺的了,如果可以,我希望我和她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你。 小黎,你不知道,她就是不愿彻底成魔才选择主动赴死的呀。 匆匆几日迈过了多少的恐惧和后怕,以至于这几日到底是怎么过来的。 小妖想起来,已经有些恍惚,她此时正守在昆灵的踏前,昆灵说,走之前要不我也给你讲个我的故事吧。 她只起身来想了一会儿,说道,那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情,久远的我几乎要想不起来。 那时我爹娘都还活着,是巫族的王和王后,当时魔族巫族妖族三族鼎立,我生来便是巫族的小公主,上面有三个哥哥, 家里人因为我最小,又是个女孩子,都特别疼爱我。 想当年,我比你现在年纪还要小上许多,因为,自小我就有能控制植物的能力,能使万物生长。 所以,家人给我取名后土,小名昆灵,都是大帝的意思。 我因这个天赋名闻天下,各个家族都想来求亲。 我那时候,骄傲又任性,眼睛长在头顶上,谁都瞧不上,经常自己溜出宫到处游玩。 有时候闯祸导弹,有时候行侠仗义,什么都做。 家里人其实也都知道,只是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我母亲曾悄悄跟我说,哥哥们都有责任在身。 我以后也要嫁人,让我趁着年轻好好肆意玩耍。 她眼睛里有小妖从未见过的飞扬欢愉,只听她继续说。 有一日,我在幽都山下,遇到了一棵冒着烟的大树。 那树看起来有上千年,我一点也没犹豫。 过去把手放在那树干之上,想让它重新焕发生机。 这时从巨带的树冠上落下一个英俊的少年,他直接说,别白费功夫了,这树你是就不活的。 我根本不理他,只管继续焕发灵力,那树确实开始有了好转。 我面露喜色,不过很快又冒起了黑烟,开始腐败。 那少年说,我就说了吧。 他越是这样说,我越不服气,非要证明我是可以做到的。 他这时竟不再劝我,直接过来,粗暴地把我推到了一边。 我从小到大哪受过这种气,过去就和他打了起来,可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 加上刚刚消耗了不少灵力,没一会儿就败下阵来,腿还受了伤。 他这才坐下来,好好的跟我说,那树是被魔气侵蚀,已经深入骨髓。 我若执意用灵力来和他对抗,有可能让魔气入体,到时要想彻底消除身上的魔气,可不容易。 我自然知道轻重,这才知道误会了他。 我这人虽然骄傲人性,却一点也不怕认错,当场就姿态柔软地给他道了歉。 之后,我在幽都山附近游历,便经常与他相伴。 他这人洒脱自由,霸气有趣,说来就来,说走就走。 与我那些王宫里一板一眼培养出的哥哥很是不同,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喜欢上了他。 可这时,我们俩都不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,仅仅是因为互相信引就玩在一起。 有一日,我们在幽都山下的河水中发现,一夜偏周里,放着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,那孩子生的眉目清秀,很是可爱。 我们把他抱了出来,这才发现,他生来便没有右手,可能正是因为这样,被家里人给遗弃了。 我和太义便开始救治喂养他,一开始没想那么多,就觉得,应该和养个灵宠,做妻一样。 我用木灵之灵器截了一只新手给他,给他取名为小梨。 很快他就长成了一个少年,外表看上去比我和太义小不了几岁,可我们清楚地知道他只是个普通的人族,生命同我们比起来,极之短暂。 剩下来的剧情,有些没什么新意,不过就是我们知晓了彼此的身份。 我是巫族公主,她是魔族皇子,因为立场不同,注定不能走在一起。 那时,魔族和妖族已经打了很多年,我们巫族不比他们强大,于是一直采取中立。 直到当时一场大战魔军释放了原初之力,与妖族的众多干将同归于尽,妖族王权覆灭,魔后开始主政。 太乙那时,一直游说自己的母亲,说,想要娶了我,跟巫族和平共处。 可不仅她母亲不答应,魔族的其他皇子更不答应。 她母亲,说她父亲正是为了一统天下才做出了牺牲。 如果他们不完成父亲的志愿,实属不孝。 其他皇子也正因为她之前受魔军亲自教导,灵力远在他们之上而对她心怀妒忌和猜疑。 在还没与我们巫族打起来之前,他们就引发了一场内乱。 我还记得那时,太乙突然跑来找我,说,他们给她中了魔珠,她不想杀掉兄弟,也不想变成没有感情的邪魔。 她跟我说,如果有一天,她要死,她也只想死在我的手上。